阿南极从做起,闻佛事会,顶礼亲奉,一池无师,于大众中重复白佛。 如佛所言,五音相众,五种虚妄为本相心。 我等平常为蒙如来微戏开示,有此五音为病消除,为次第尽。 如是五重,亦何为尽? 为愿如来,发宣大词,为此大众清明心目,以为末是一切众生,做将来演。 佛告阿南,经真妙明,本觉原境,非留生死及诸尘垢,乃至虚空,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 思缘本觉妙明经真,妄已发生诸气世间,如眼若多迷头任影。 阿南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吩咐他,于是乎从他那个座位就站起来。 他听见佛所开示这种的教诲,就向佛叩头。 阿南尊者这回可没有哭,阿南也是得到甜头了,吃到甜东西了,所以也就不哭了。 顶礼亲奉,他恭恭敬敬地顶礼奉持这个冷言大定的法门。 他依持这个冷言神咒,一个字都不错,一个字也都不漏,字字清楚,句句明白,口诵心为。 口里在念,心里就想这个咒,身上就不造恶业,身,口,一三叶清净送吃冷言神咒。 阿南他在大众里边,他想为众生来求法,他不是为他自己,而是想到你我现在的同参道友。 他说在美国将来有一个法会,有一个人讲冷言经,那么那些人或者不太了解,我现在再给他们请一请法。 所以我们应该多谢阿南尊者。 好像佛所说的,在色,受,想,行,是这五音的像里边有五种的虚妄,这个就是本来的妄想心。 这五种的虚妄,每一种就有十种的魔。 那么我们现在大众在平时日用中,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过佛讲出来这么微妙的道理,开示我们,令我们简直是得未曾有,身心泰然,身心都安泰了。 幼者,色,受,想,行,是这五种的音,是一起同时就可以消除了,还是要一点一点的,有次第第,好像一重一重地消除呢? 像这样子,这五音以什么做他们一个一个的界限呢? 我现在唯独就愿意如来,发扬而宣露出你这个大慈悲心。 为这再会大众的清明心目,不单清静大众的心目,也为漠视,也就是包括现在的你和我。 为做我们将来众生的眼睛,也是做我们的眼睛。 佛告诉阿南,在经真妙明,本觉圆境这个境界上,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呢? 就是那个经真妙明本觉的圆境,就是这个样子。 这里头没有生死的,生死在这个地方是留不住的,不单生死留不住。 这个经真妙明本觉圆境,成垢也没有了。 这个是什么? 这就是如来藏性,就是真如的本体,也就是你我共有的佛性。 不是你有,我没有,也不是我有,你没有。 大家都是一样的,就是在这个地方。 就是这个经真妙明本觉圆境,这个里头一尘不染,一法不利,什么都没有的。 你要是能反本还原,反到这个地方,那时候你也没有无名,也没有淫欲,也没有贪欲, 也没有这个痴心妄想,什么都没有了,干而洁净。 所以我们现在修,就是想回到本有的那个地方去。 如果没有那个地方,人人都不要修了。 我们人人都见到这个虚空,虚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? 虚空就是在我们这个妄想里边生出来的。 所以由这个妄想,而有五音,又有五拙,又有六解,生出种种麻烦的东西来, 这就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。 为的什么呢? 就因为你没有工作了,要找一点工作。 找一点工作,你若有代价也可以,可惜越做这个生意越亏本,给人家去打工,越做是越亏本。 好像做生意越做越亏本,亏来亏去,亏得把你这如来藏性,就压到五音山的底下了。 于是乎就被六根,六臣这些土匪就为己有了,他们就占据五音山,做他们的巢穴了,各处去抢东西,打家劫舍。 你看你招贼窝匪到现在,本来你做生意做得十本了,然后现在人命又背上了。 你这些土匪各处去打家劫舍,也能不杀人呢?就杀人。 所以你这个自信压到五音山底下,就有六根,六臣这些个土匪各处去打劫。 明白吗?你明白这个道理了,我这一堂经就没有白讲,没有明白吗?没有明白,要慢慢去学。 这个根源,一法不利,一法不生,这个经真妙明本觉的原境是一个根本的本觉。 这种由本觉发明这个妙明经真,由这个时候就一真其妄了。 在如来藏性上生出这种妄,就有了山河大地,防狼乌射。 有情世间,就是众生。 气世间,就是山河大地,防狼乌射。 好像这个眼若达多迷头狂走一样。 他一早起,一照镜子,看着镜子里边这个人,有鼻子,有眼睛,有耳朵,又有嘴巴。 他说,哦,我怎么没有头呢?镜子里这个人有头,我怎么没有头呢? 所以就不头狂走,各处去跑,找他的头。 你说他这个头丢了没丢。 这个眼若达多以前讲过了,你们还记得吗? 不记得就去想一想,若记得就讲出来。 眼若达多倒是怎么个样子,倒是怎么样一个人。 他是个聪明人,是个愚痴人。 是个有头的人,是没有头的人。 如果你说那是没有头的人,你看见会不会认为他是个怪物。 你想一想。